今天的讲道题目是三十两银子的故事 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 关于一个女人将那珍贵的香膏交在耶稣头上的记载 就让我们将时间交给宋文堂的喜朝梁牧师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就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一到二十一节 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 我们来听听今天朗读的经文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 弟随长和文士想法子 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 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巨贵的针拿的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她们行善 随时之都可以 只是 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是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十二门徒之中 有一个伽略人犹大 去见祭司长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 有应许给他银银子 他就寻思 如何得便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的第一天 就是在逾越阳高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 你是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他进哪家去 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 吃一节的筵席 他必只给你们 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 门徒出去 进了城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 耶稣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 与我同区的人 要卖我了 他们就忧愁起来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说 是我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十二个门徒中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 写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希望借此 可以拦阻事情的发生 结果有一天 天上一道强光 闪电 打到地上 打到这个正在新建的祭院 把它烧得 一干二净 这个作为教堂的领袖和会众 他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他们认为是上帝回应了他们的祷告 但是呢 这个寄院的老板呢 就非常不高兴 把他告到法庭那里 理由是 他告教会 他说教会是通过请愿和祷告 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破坏了新建中的祭院 所以他们要负全部的责任 在法庭进行大便的时候 教会却坚决的否认 是祷告所带来的果效 当时法庭的法官非常为难 他说 这样的案子我从来没遇过 我真的不知道有怎样的裁决 但是呢 寄院的老板却坚决的相信 是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 基督徒的祷告 所以呢 带来果效 带来破坏 教会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坚决完全否定 完全呢 跟这个事情呢 划清界限 兄弟兄姊妹 相信上帝 相信祷告有果效 这是教会一般的信念 不然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聚会当中 我们常常祷告 对吗 这里了 有一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那些本来相信上帝 相信祷告的人 竟然否定上帝 否定祷告所带来的果效 而那个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祷告的人 竟然呢 承认上帝 承认祷告所带来的果效 这不觉得很荒谬吗 一般来说 教会是应该要承认上帝 承认祷告所带来的果效 但是那个不相信上帝的人 却承认上帝 承认祷告所带来的力量 事情是这么刚刚相反 该承认的 他们不去承认 那个本来不承认的 他们却承认 他们却相信 所以兄姊妹 问题在哪里 其实从这个事情 两方你都会找到 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事情对他有利的时候 他就相信上帝 事情对他没有利的时候 他就否定上帝 归根究底 这是他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一个利益的上帝 事情对自己有利益的时候 他就相信上帝 事情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时候 就否定上帝 所以这是今天许多人的问题 包括那个禁运的老板 也包括了教会中的基督徒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不是如同他们那样 所相信的是一位利益的上帝 如果你是那个教会中的一分子 在众人面前承认上帝 承认祷告的利人 你会吗 今天很多的信徒 都有这个问题 事情对他有利的时候 他就相信上帝 事情对他没有利的时候 他就否认上帝 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恨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财力不但是指财产 财产也是指到利益 故事中的女人 当时他把香膏 倒在耶稣的头上 有人批评说 为什么要把那么昂贵的香膏 浪费呢 周围的人交头介尔 对这个事情做出批评 但是呢 这个女人呢 她在众人的压力下面 她仍然坚持服侍主 而犹大呢 她在这个时候 却选择了否认主 出卖主 她们问题在哪里 女人把耶稣当做主 当做神 因为之前她才经历到 主的恩典 主的拯救 拯救了 她的家人 从死里复活 她经历了神迹 这个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的弟弟 拉撒路 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 她经历过这个事情 经历过这样的救恩 所以呢 她奉耶稣为神 奉耶稣为主 在众人的压力上面 她仍然挺住 在当时她的服事 在当时是得不到利益的 但是她仍然坚持到底 挺住一切的舆论和压力 挺住一切的反对 她把香膏倒在主身上 直到到完为止 而犹大呢 她跟从主三年 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利益 所以了 她就选择了否认主 出卖主 犹大是一个相信财力的人 事情对她有利了 她就以你为神 事情对她没有利了 她就不以你为神 甚至把你出卖了 而女人呢 就完全不一样 弟兄姊妹 这个女人 从她的服事 从她的行动 当时是对她没有利益的 但是她仍然坚持相信主 服事主 这才是真的服事 这才是真的相信 弟兄姊妹 请问你是服事哪一个 你是服事财力 还是服事上帝 你只能选一个 这个女人与耶稣的门徒犹大 在钱财利益上的态度 和处理的方法 有什么不同呢 女人把财力变卖 买了香膏 而且倾倒在耶稣身上 而犹大呢 是一个想办法 在耶稣身上 得财力的人 因为他是管钱的 他是时常 从中取利的 两个都是经历过 上帝恩典的人 属于有说 英雄难过美人观 根据圣经的教导 根据圣经的教导 我可以说 信徒难过 马门关 马门就是财力 耶稣讲得很清楚 人只能够服事一个主 不是上帝就是马门 一个信徒 他可以了 什么都奉献 他先奉献 他的时间 他的 才干 他的知识 他的技术 甚至他的体力 他最后最后 才愿意奉献 他的钱财 不是说时间 技术 才干 体力 不重要 乃是一般人来说 他把这些 没有像钱财 看得那么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人能够把钱财 都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献给上帝 那这人就真的是服事主 真的是主的门徒 当一个人只愿意 把他的时间 才干 恩赐 奉献给主 而不愿意奉献 他的金钱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他们对神不认识 神是一切的主 是时间的主 生命的主 也是我们金钱的上帝 他是这一切 都是他拥有的 也是他分配给我们的 现在呢 我们要来看看 三十两银钱 在女人身上 和在犹大身上 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用这个 来做一个比较 让我们学习 我们应该怎样的 来服事主 三十两银钱 对这个女人 和对耶稣的门徒 分别有不同的价值 三十两银钱 对这个女人来说 是一个精选的香膏和玉品 犹太人的女子 从小 一直到她长大 在没有出价之前 就开始要存接笔钱 是蛮高的一个价值 他们呢 就用 大概是三十两银钱的价值 挑选 最好的香膏 然后 也买最贵重的 最好的器皿 玉品 来承载 这最香的香膏 在新婚的日子 把她倾倒 在她心中 最尊敬的人 她的丈夫身上 而这个女人呢 她 是用 这样的价值 来买了香膏和玉品 而把这些 倾倒在 耶稣身上 她认为 这样的人 比她心中 所尊重的人 还要 有更高的 位置 和尊崇 所以 她 是用精选的香膏 和玉品 三十两银钱 三十是有限的数字 但是 她却 做了一个 最高贵的行动 来坐在 主的身上 另外 三十两银钱 对耶稣的门徒 她只是 钱而已 这三十两银钱 对当事人来说 是一年的工资 那是一个 蛮多的钱 但是对 犹大来说 只是钱而已 钱 只是一种 自己的利益而已 那女人 她把自己的钱 变成 主的利益 坐在 主的身上 而 犹大 是 出卖主的性命 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 犹大 她是 以 无限 换成有限 主 是无限 三十两银钱 自己的利益 是有限 她是非常的笨 而女人 她是用 有限的 三十两银钱 她换得 主的称赞 她是有限的 换成无限的 我们来再看 第二个 三十两银钱 是那个女人 出嫁之前 用心的 储蓄 而三十两银钱 对犹大来说 她是 储心 积虑的 想办法 在耶稣身上 谋取 钱财 谋取 利益 因为跟主三年了 什么都没有得到 现在说 耶稣要 说自己要 钉十字架了 所以 犹大 是非常失望 觉得 跟从他 一点利益 都没有得到 最后 只有出卖主 他得一年的工资 把自己 想得的利益 也得回一点 回来 然后 再看 三十两银钱 对这个 女人来说 是代表他出嫁前的 贞结 一个女人在出嫁之前 他就一直存接逼钱 买这个香膏 在出嫁的时候 把她倾倒在 自己的丈夫身上 第一个 表明 他把他的贞结 完全奉献给 他的丈夫 这个女人 是以最高的尊贵 不是坐在自己丈夫身上 还是坐在 比丈夫 更尊贵的人身上 就是他的主 他的神 这三十两银钱 代表 他在神面前 他的慎重 他的 完全 圣洁的奉献 而犹大呢 这三十两银钱呢 就显出 他内心的贪婪 因为 他在耶稣身上 得不到他该得的利益 所以只有 把耶稣出卖 把三十两银钱 至少 三年得不到的东西 现在 我可以把一年的利益 捞回来 他起初跟从主的动机 就已经不正确了 他不是因为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乃是 以为 耶稣可以带给他利益 所以他所信的那位神 是一个财力的上帝 而 女人呢 她是把自己的利益 奉献给主 因为她所事奉的是主 是上帝 我们再看 这个女人呢 三十两银钱呢 她所做的是 为主 安葬之前 所献上的 而犹大呢 三十两银钱 她是卖主物卖友 所得的价值 女人的奉献 之所以珍贵 因为没有人 在耶稣受死之前 为她做这样珍贵的事情 但是这个女人 大概在圣灵的感动下面 她把握了 那个时刻 把自己 一生的积蓄 前半生所有的积蓄 完全倾倒出来 让耶稣在这个宴席的当中 在众人面前 耶稣得这种荣耀 香气从耶稣身上 散发出来 整个房子都充满了香气 耶稣得的荣耀 是何等的荣耀 而这个女人 在跪在耶稣面前 是何等千倍的服饰 她觉得她不该得 这些荣耀 荣耀应该让耶稣来得 所以她谦卑在主面前 倾倒自己 而犹大了三十两银钱 她是卖主卖油 所得的工价 是完全不能比 你就看到什么了 女人 她是用有限的钱 换得无限的主 给她的称赞 而犹大呢 她是以无限主 永恒的生命 出卖了 她得了 是一个有限的钱 只是三十两银钱 一年的工资而已 女人呢 她的奉献 她换成了 至高 无比的荣耀 而犹大呢 她出卖的主 她所换来的 是她永远的懊悔 圣经说 她知道 她用三十两银钱 出卖耶稣 把耶稣交给大祭司 最后她发现 原来大祭司 要把耶稣置于死地 其实她只是 贪个小钱而已 也没想到 会把主 置于死地 所以她后悔了 她拿着 这三十两银钱 拿回去给大祭司说 我有罪了 她就 在祭司面前 要把她的出卖 要收回来 但是 这些祭司说 不关我们的事 犹大懊悔 她把钱 就丢在圣殿 但是祭司不要 因为这是血钱 在《十六行传》第一章里面 就说 这三十两银钱 后来就买了一块地 犹大在那里上吊自杀 而且尸首从树上摔下来 长肚崩裂 肠子也流出来 以后的人称这个田为血田 这就是什么意思 出卖耶稣的犹大 用三十两银钱 买了一块血田 为自己买账 虽然是买账 但是买不了的是 她永远的修路 所以弟兄姊妹 犹大三十两银钱 换来的是血田 而永远的修路 然后呢 女人 她三十两银钱 她换来的是耶稣的称赞 其价值 耶稣的称赞说 是与福音相提并论 耶稣说 无论你们在哪里传福音 都要提说 这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美事 但是呢 对犹大这个门徒 耶稣对他的评价说 这人不生在世上保好 因为 最后他的结局 是悲惨的 是永远的悲惨 所以 这两个评语 一比较之下 女人永远的价值 她得到了 而犹大 永远的修路 她承受了 最后呢 我们看到 女人啊 她正确使用钱财 她使钱财的本质上升了 因为她用在主身上 而犹大呢 她错误使用钱财 反而呢 使这三十两赢钱 变做负数 不但是没有升值 而变做负数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你怎么样看财力 你把财和利用在谁的身上 投资在谁身上 是用在主的身上吗 投资在主的身上吗 还是像犹大 把钱财和利益都用在自己身上 结果 这一切都变成负数 和永远的修路 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 那个女人啊 所奉献的 她比其他的信徒奉献的更美 那我们怎么知道 她奉献的是超越其他的人呢 首先 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记载 她所做的 是做在主的身上 而圣经也记载了 耶稣也有人 把美事做在她的身上 但是呢 她所做的 不如这女人所做的 那么美 圣经说 这女人 用一根的香膏 膏在耶稣的头上 圣经也记载 在耶稣死了以后 有人用百经的末药和城乡 膏在耶稣的身上 但是呢 这两个呢 价值不一样 虽然都是做在主的身上 虽然都有价值 但是 为什么耶稣特别提说 普天下传着福音 都要提说 这女人在我身上 所做的事情 因为呢 一个呢 是在耶稣 安葬之前 这是生前 耶稣在生的时候 这女人 就已经为她这样做了 而 其他的人呢 在耶稣死了以后 在耶稣 安葬之时 为她这样做 一个是用一斤而已 另外一些呢 是用百经 但是这一斤 胜过百经 不是因为量的问题 而是因为时间对的问题 这个女人 在耶稣 还生的时候 做了这样的事情 其他的人 是在耶稣死了以后 才做这样的事 这女人 在耶稣 还生的时候 还在人面前 的时候 她公开的 去荣耀她 把香膏 倒在她身上 使香气 从耶稣那里 散发出来 而耶稣死后 有些门徒 去告耶稣的身体 那这些香气 只能够散发在 坟墓里面 坟墓里面 除了耶稣的尸体 没有人 可以 闻得到 而耶稣 也是 已经死了 也闻不到了 所以呢 时间 很重要 这个女人 能够摸到 主的心 就是能够在 主活着的时候 荣耀她 至于呢 那一些 其他的门徒 在耶稣死了以后 才想到 要高她 要磨她 这女人啊 所做的 是有意义的 有功效的 因为是 耶稣活着的时候 见证 她是那一位 被高利的王 她是主 她是基督 她是王 所以她接受 这样的 高游 高游在 圣经里面 也是 高利 一个人 做王的 一个行动 而耶稣 接受这个女人 的高 是因为 这个高 在众人的面前 见证 耶稣是王 耶稣是基督 虽然她 要死 虽然她 要舍命 但是 她 是那一位 为我们 舍命的 主 为我们 舍命的 王 所以 这女人的 高 很重要 是非常 有意义 其他 门徒的 高 也有 意义 也是 奉献 但是 其价值 就不能够 跟这个 女人 所奉献的 相比 这女人 得到的 是 主 公开的 称赞 但是 耶稣 死了以后 其他的门徒 埋葬他 其他的门徒 高他的身体 但是 因为耶稣 死了 所以 他们也听不到 死人 对他们的称赞 所以 在耶稣 还活的时候 把握时机 是很重要的 今天 耶稣 还活 为什么 已经从死里 复活了 所以 我们要服事 那一位 活的主 最后 这个女人 所奉献的 耶稣 是把她 与福音 这个好消息 相提并论 意思是说 这女人 所做的 如同福音 一样 是好消息 对信徒来说 是好消息 盼望 盼望所有的 圣徒 所有的基督徒 效法 他的榜样 趁着我们的主 还没有回来的时候 趁着我们的主 还没有降临的时候 趁着我们 还活的时候 我们要 好好的 侍奉他 荣耀他 把我们的 才干 把我们的 技术 把我们的 技能 甚至 把我们的 利益 我们的钱财 我们奉上 奉上 那一位 为我们 舍命的主 从前 有一个画家 他在画 耶稣受烂 钉十字架的时候 的情形 有一个女生 经过 他就看着 这个画里面 所受苦的 耶稣 他留意 他的神情 他的样貌 他就跟这个 画画的人说 我看这 钉十字架的人 面目 慈祥 他好像 没有犯过 什么样的罪 他为什么 要钉十字架呢 他这样的 几句话 就把那个 画家的思路 打断了 这个画家 就有一点 不耐烦了 只好 把耶稣 钉十字架的 故事了 一五一十的 跟他讲 讲到原来 耶稣 他是为了 我们的罪 而舍命的 为了我们的罪 而钉十字架的 他是以 无罪之身 来代替 那些 有罪的 罪人 后来 这个女生 就问 这个画家说 他为你 舍命 请问 你为他 舍了什么 在那时候 晴天霹雳 这句话 就感动了 他的心 是的 他为我 舍命 赢着 他的舍命 救了我 脱离 永远地狱的 死亡 和永远 审判 定罪的 结局 但是 我 却为那位 为我舍命的 主 我舍了 什么 所以 后来 他把 这几句话 这两句话 就 写在 他所 画的 画上面 他 为我 舍命 我 为他 舍了 什么 丢子 这个女人 他认识 主 他虽然只经历 主行过一件神迹 就是叫他的弟弟 从死里复活 他只看见 很少的神迹 但是犹大呢 他 看见了很多神迹 他经历过 很多的神迹 但是 这些 那么多的神迹 没有改变 犹大 他的生命 而这个女人 只经历过一次 神迹 他就 感恩的 不得了 他把 一辈子的 生命 都完全的 献上 以此 来 谢主 荣恩 弟兄姊妹 我们 经历过 主 很多 很多次的恩典 但是我们经历过以后 我们都认为 这些 是出于自然 这是 我的幸运 我们并没有把荣耀 归给主 我们并没有像 玛利亚 这个女人一样 把她自己一生 最重要的东西 都奉献了 给主 我们要反省 我们所侍奉的 是 我们的利益 还是 那一位 为我们 舍身的 主 我们所 侍奉的 是 马门 还是 上帝 缩乱节快来了 很多的 回教徒 很多的 犹太 教徒 他们都在 这个时刻 有 吃灾 吃树 进食 反省 我盼望 在 受难节 来临之前 这也是 我们基督徒 在神面前 来 安静 自己 反省 自己 究竟 我们 所 侍奉的 是 立一的 神 还是 那位 为我 立一 而舍 命的 上帝 求上帝 帮助我们 求上帝 给我们 力量 让我们 为他 而活 最后 我们请 宋恩堂的 敬拜小组 带领我们来 唱一首 回应诗 诗歌的 名字是 耶稣 全 为 耶稣 耶稣 全归 耶稣 我现在 过去 即将来 的梦想 耶稣 全归 耶稣 我现在 过去 即将来 的梦想 我所有 保护 希望 和 提供 全都 散 一首 我 我所有 保护 希望 和 情话 全都 藏在 你 手中 在你 之中 我 我 太贵 得 自由 在你 之中 我 太贵 得 自由 耶稣 全归 全归 耶稣 我 现在 过去 你 曾来 的梦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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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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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